赌王最美千金和超连 12月11日晚上 现身TVB电视程 参加游戏节目 娱乐大家的终极录影 早前扬言要亲手吃棉帽 送给爸爸的超连 表示目前的进度 已经超过三分之二 预计圣诞节的时候 就可以完工 那最近超连被拍到 陪妈咪看医生 三太没事吧 我妈妈膝盖有点小痛 所以最近就是忙着陪她看医生 没有没有没有还好 可以走路 很轻微 但是就是陪她一下 陪一下家人 另外之前和超连出席活动时 爆料男友豆硝 曾经因为拍摄综艺 被昆虫咬伤 结果昏迷了一天 目前人在治疗中 把大家吓得不轻 那能跟大家更新一下 豆硝的最新情况吗 其实是真的之前的事情 现在真的已经没事了 我觉得就是 其实真的休息很重要 就是多喝水休息 因为你的免疫系统 就是你如果长久以来都不休息 然后一直都很累的话 那就很容易会出毛病 就不管你是哪一个行业 所以我觉得 休息跟多喝水很重要 某方全媒香港报道 就是你那一个行业 对那一个行业的行业 是很难的 谢谢大家